电影云难,云里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说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恐怖故事 故事背景发生在遥远的未来 大熊正在和小伙伴小卡玩躲猫猫的游戏 这时母亲打来电话,问大熊作业写完了吗 大熊表示不想写,母亲很生气,让小卡接电话 原来小卡是个机器人 大熊的生活起居都是由小卡照料的 而且小卡还能知道大熊写作业 几天后,母亲忙完工作回来了 大熊有气无力的说,妈妈,肚子好疼 难道儿子吃坏肚子呢 母亲直进走到客厅,看着鲜红的三明治 才发现小卡坏掉了 晚上,等大熊睡着了,母亲掉取了小卡的记忆卡 通过记忆回放,小卡居然把汽油当做番茄酱使用了 怪不得大熊肚子疼了 智能管家说,小卡的寿命已经超过五年了 难免会出现这种障碍 建议直接送到废弃工厂 毕竟小卡在这个家生活十年了 母亲有点舍不得 但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得报废了 站在一旁的小卡,好像全部听到了 于是小卡来到大熊房间,一把抓起大熊 叫大熊起来画画 大熊被小卡拽腾了 大声呼喊着妈妈 母亲及时赶到将小卡推倒在地 第二天,母亲就将小卡装进了纸箱 大熊对小卡说,你忍耐一会儿,妈妈就会把你送到医院治好的 小卡伸出手,说了一句,对不起 大熊抓住了小卡的手,表示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小卡转过头对母亲说,请把我修好吧,妈妈 说完,母亲关闭了电源,切断了线路,然后把小卡给埋了 看到大熊十分伤心,母亲安慰大熊 小卡并没有去世,他会一直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几天后,大熊家来了一位新的家用机器人 这位小哥比之前的机器人更智能,也更安全 画画的时候,大熊画的小卡被小哥看到了 小哥顿时抽搐起来,耳朵流着血 瞳孔散发着红色的光芒 晚上,母亲看到外面有一堂血 顺着血迹来到大熊的房间 看到小哥在欺负大熊 母亲上前就将小哥推翻在地 母亲问大熊,小卡的衣服是你给他穿的吗 大熊说,是他自己穿的,因为他就是小卡啊 母亲告诉大熊,小卡死了 以后都不许画这种东西呢 大熊无辜的说,不是我画的,这都是小卡画的 看到大熊一直嚷着小卡没完 母亲一气之下将大熊的耳机摔在地上 大熊大叫一声,居然推了母亲 第一次见到大熊动手打人 母亲发大熊不能走出这个房间 随后,母亲调取了小哥的记忆卡 语音提示,记忆卡有病毒 想要删除病毒,必须找到原地址 于是母亲将目光转移到了小哥身上 就在这时,小卡突然出现在身后 吓得母亲从睡梦中惊醒 走出房间,小哥好像出现了故障 看到抽抽的小哥,母亲吓得一步步后退 智能管家说,小哥已经被病毒感染 需要紧急处理 说完,小哥举着小刀向母亲冲过来 母亲随手在地上捡起一根球棒 敲晕了小哥 将小哥绑起来后 母亲叮嘱大熊待在房间关好门 惊魂未定的母亲对智能管家说 快呼叫控制中心 但是智能管家显示无法联系控制中心 必须先确认原地址 而这个原地址就是小卡 于是母亲来到后院把小卡挖了出来 从小卡体内掏出记忆卡后 大熊的房间传来一声惊叫 回到大熊房间,大熊不见了 戴上智能耳机顺着地上的脚印 最终在杂物房找到了大熊 不过一切都已经晚了 智能管家提示 一份新的记忆正在传输到新的地址 接着大熊在母亲的怀中一阵抽搐 然后发疯似的掐住了母亲的脖子 母亲知道大熊被小卡控制了 只能祈求小卡可以放过大熊 小卡用机械的声音对母亲说 我和大熊永远在一起 说完小卡将记忆卡插入了大熊的脑袋里 影片就结束了 这部短片其实就是一个怨鬼复仇的故事 只不过套上了一个科幻的外壳罢了 韩国恐怖故事系列三部都差不多看完了 很多剧情都是为了恐怖而恐怖 没有一点逻辑 恐怖故事一相对来讲是不错的 喜欢恐怖故事的小伙伴可以自己找来看看 电影云娜云里简优 下次再见